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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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侧瞳孔等大 光反射是0米的 在左侧的基底结区有一个高密度的病灶 那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病人发病的情况 是一个急性发病的 有头痛 有瘫痪 而且有呕吐 那查体的时候呢 发现有明确的这个定位体征 有几篇呢 有两篇 我们查到的一个是 右侧的偏瘫 右侧的偏身感觉障碍 当然这个病人如果我们查 也可能能发现 右侧的一个同向偏盲 但是患者 发病之后意识 有一点障碍 就是试睡 配合视野的检查呢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发现它是两天 那根据我们前面学的知识呢 大家马上会想到 这个病人呢 他的定性是一个出血 那定位什么地方呢 那马上会想到内囊 好 我们来看 这个脑出血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 怎么给他下一个定义 我们一般指的是 非外伤性的脑食之内的出血 这个脑出血在我们国家 占到全部脑足中的20%到30% 那在全部脑出血里边 基底节区出血 占到了70%左右 那脑出血的病人 急性期的死亡率高达30%到40% 最常见的脑出血的原因呢 尤其是肌底节区出血 常见的原因是高血压 合并细小动脑硬化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因 包括了静脉血管的畸形 老年人的话 常见的是淀粉样血管病 含有血液病 再在我们临床中进行抗拧 溶酸治疗等等 可能会诱发 那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是代表的是一个 痘蚌动脉 那痘蚌动脉 它是从大脑中动脉上垂直发出 大脑中动脉这样发出之后呢 使这个痘蚌动脉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 再加上这个角度的问题 容易造成损害 加之我们知道脑血管病发生呢 是因为这个血管走形有关系 还存在呢 脑血管自身的解剖特点 我们知道脑血管和其他周围血管 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中层肌细胞和外层的结涕组织少 而外弹力层是缺失的 在长期的高血压的作用下 使得小动脉发生 玻璃样变性 纤维坏死 甚至形成小动脉瘤 动脉夹层等等 一旦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 就极易导致出血 因此我们说在基底节区 就是现在这个红色的 是出血的部位 最常见 而且它容易影响到内囊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基底节区出血 它到底会影响什么样的解剖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图 现在红色呢 就是翘和的部位 我们用这个红色来代表 它发生出血之后 容易向内侧影响到内囊 我们再来看 内侧 这个是秋老的部位 它要发生出血之后呢 也容易向外影响到内囊 这是内囊的地方 影响到内囊之后 那临床上表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会有三天的特点 那基底节区出血 说到是脑出血 当然它具备了任何一个部位出血的表现 那也就是说 基底节区出血 具备了脑出血的一般的临床表现 咱们一般来说 从年龄上大于50岁以上 它在发病的时候呢 可能存在情绪激动 活动 用力等等这些诱因 常常病人发生之后 会有高颅压的表现 我们一说到高颅压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 会有头痛 呕吐 还有视乳头 水肿 往往病人具备了高血压的病史 尤其在发病的时候呢 血压升高呢比较明显 常常大于180 110毫米拱柱 如果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会表现有意识障碍 甚至有中枢性的高热 应急性溃疡导致的上消化道出血 那么还有部分病人呢 在我们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脑膜刺激症 这个脑膜刺激症 它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有 它要有脑膜刺激症 预示者 它破入了脑室 或者是脑的表面 进入猪膜下腔 才会有脑膜刺激症 这个就是给大家要强调 它不是所有的 肌底截区出血的病人 都会有脑膜刺激症 只是部分病人 看它的出血 是否进入到猪膜下腔 在神经科呢 咱们常常除了定性诊断之外呢 定位诊断更加重要 我们刚说的是 肌底截区出血 它当然影响到内囊 那我们要看内囊损害以后 到底什么表现 我们所以看到的 这个是脑袋的左侧 肌底截区出血 那它造成的三篇 第一篇是 病造的对侧 也就是说 右侧的同向偏盲 另外一篇呢 就是这个红色 在躯体上闪的这个区域 造成的是 病造的对侧 也就是右侧的一个 偏摊 这个偏摊 这个偏摊包括了 中枢性的面摊 以及中枢性的舌摊 那第三篇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 第三篇 就是这个图上 红色闪的 它是一个偏身感觉障碍 那这个图一看后 大家似乎对定位诊断 非常清楚了 好 我们把它做一个小节 那肌底截区脑出血 主要常见的是 翘和出血 我们刚刚那个示意图 已经有了 另外内侧呢 是秋脑出血 临床表现呢 三篇 偏摊 偏身感觉障碍 偏盲 那除了这三篇之外呢 有一部分患者 可以出现凝视 或者叫凝视麻痹 这个往往是 眼睛看向出血 这个部位 如果在优势半球侧 可以表现有失语 这是我们说的 肌底截区 脑出血 它的表现 由于它主要影响到 翘和和秋脑 这个地方呢 容易发生出血 那出血之后呢 造成内囊损害 表现出来最大的特点 是三篇 光有这个临床表现 我们还不敢说 它一定是出血 还需要和脑梗齿鉴别 那就需要做 适当的辅助检查 我们如果在高度考虑脑出血的时候呢 首选CT的检查 CT检查可以迅速判断 出血的部位 血肿的大小 另外还可以看 有没有中线的移位 和脑水肿是否存在 而水肿的程度 这个和脑梗子不一样 我们一定是首选的是CT 既快捷又能说明问题 我们看 这两个片子CT片 这个呢 是一个翘和出血 向内影响到内囊 而这个呢 是一个秋脑出血 向外会影响到内囊 同时这个脑室呢 有挤压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除了检查CT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 腰椎穿刺来确诊 这里要给大家强调的 如果CT已经确诊了 脑子出血 我们一定不要去做腰穿 假如说CT没有 不能做这个CT检查 我们又要来诊断这个病人 我们可以考虑做腰穿 但是要十分谨慎 如果做的时候呢 压力是升高的 脑机假如是一个血性的 有利于我们来确诊 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 做CT的时候要小心 必要的话给脱水药以后再做 因为它可以加速脑膳的形成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应该是首选做CT检查 那么对这个基底结区的脑出血 我们诊断之后呢 如何去治疗 这个治疗其实跟其他部位出血 完全是一样的 由于它出血之后造成的高楼压 我们首先要进行降楼压 这个具体降楼压怎么用药 我不在这讲了 但是给大家要注意 有几个事项我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是在应用脱水剂的时候呢 适当的控制液体的入量 每天的液体量呢 最好控制在1500到2000毫升 盐水应该在500毫升左右 钠的入量呢 在5克以下 在补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补甲 每天补甲3到4克 第二条呢 在脱水的时候呢 要求病人出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 也就是说 每天的出量呢 略为大于入量即可 由于我们知道这个脱水药里边的甘露传 对肾脏会有影响 所以第三条要注意的 一定要经常检查尿常规 其实也比较简单 这个可以观察尿液的颜色 观察尿量 一旦发现有异常 我们要及时做尿液的检查 除了降楼压之外呢 我们还要关注血压 也就是说调整血压 假如说血压过高 尤其是在发病之后 收缩压超过200毫米拱住 我们应该给它降压治疗 那在降压药物用之前呢 首先来观察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血压升高 如果是楼压增高 是造成的 我们给它脱水 它可能血压就下来了 如果是床铺不平 膀胱憋尿 那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 血压仍然高的时候 我们还是主张 静脉给降压药 尤其用微泵比较好 这样好控制 不至于血压降得过低 如果是病人血压偏低 比如说重的合并的消化道出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 给它适当的进行生压 在第三条呢 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预防和治疗并发症 你比如说重病人 有消化道出血 我们一定要按 消化道出血去治疗 如果这个病人 出现了肺炎 咱们要进行抗炎 以及化痰 等等这些治疗 还有病人 合并了 泌尿系感染 我们要及时抗炎治疗 有一部分病人 由于卧床 会造成下肢 深部静脉的血栓 我们一定要注意 预防 那一旦发生了 咱们要及时给予 适当的抗炎治疗 大家要注意的啊 那另外一个治疗办法呢 我们内科治疗 无效的时候 或者病人出血量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要采取 外科的手术治疗 那什么时候进行 外科手术治疗 咱们今天讲的是 基底截区的出血 那首先这个出血量 如果是翘和出血 就应该是大于 等于30毫升以上 秋老出血 应该是大于 等于15毫升以上 这是拿出血量来说的 我们一定要掌握 但是也不是说 这个是绝对的 要还要看病人的具体情况 第二个就是来考虑 内科治疗无效的时候 病情仍然在加重 水肿很明显的时候 中限一位了 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考虑 外科手术治疗 一般外科手术采取的方法呢 第一个是 追楼血肿吸出数 第二个是 根据病人情况 做测脑室的引流 第三个 那就是开楼血肿清除 还有一个办法 第四个就是说 病人的老水肿很明显 有中限一位老膳 我们可以进行 去骨瓣减压 那就是一定要取这个大骨瓣 才可以达到减压的目的 我们今天讲呢 主要是一个基底截区的出血 咱们已经说过了 常见的两个部位 窍核和丘老 它会影响到内囊 因此呢 临床上主要表现是 内囊损害的表现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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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